尊敬的代理教授 智云院长 各位专家 各位嘉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我和我的六位同事 很荣幸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 向本届研讨会提出主题报告 与大家交流分享中国泥水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的做法和经验 下面请允许我从两个方面做介绍 一 离水市的基本情况 离水市地处中国东南部 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生态第一事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爱 特别牵挂离水 他曾先后八次升入离水大地 不仅给予绣商离水天生立志的高度占预 更基于了绿水清商就是金商银商 对离水来说尤为如此的深情嘱托 基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 离水坚持绿色发展 赢得了一张又一张金铭片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国家气候适应性城市 国际养生休闲城市 全国美丽山水城市 中国长寿之乡 中国优秀鲁鱼城市 中国摄影之乡 全国文明城市等 放眼中国乃至世界 离水集聚代表性和释放性 第一 离水是中国美丽生态的鲜活样板 这里拥有好山 好水 好空气 好气候 由美丽的山鸾 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 有3573柱 超过80%的森林覆盖力 有优质的水源 高山活水丰富 95.3%的地表水 达到国家二类水以上的标准 有绝佳的空气 每立方厘米 富氧离子超过3000个 有适宜的气候 年平均气候17.9度 年均降雨量1599毫米 年均雨日166天 属于一类气候十一区 是典型的生态泥居城市 是中国唯一的地界长寿市 长寿厢 第二 泥水是中国律师发展的生动示范 这里是典型的山地城市 市域面积1.73万平方公里 90%以上是山地 这里还是民族地区 辖区内的景宁县 是奢族主要的居住地 也是全国唯一的奢族自治县 近年来 泥水探索出了一条生态地区 民族地区发展的新路 泥水的市域面积 人均GDP 人均收入 均略高于全国社区市的平均水平 研究泥水的发展 就可以探究中国及其民族地区 发展的轨迹 描绘人类生态保护 与律师发展实现双赢的生动故事 第三 泥水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经典宝藏 这里拥有生生不息 历久铭心的经典历史文化 世界池都 中国农泉 农泉青池 在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评为人类陶瓷类烧制记忆 非物质文化遗产 农泉保健 明阳四海 2009年被国家认定为 保健烧制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 青田石雕 远消五周 1915年就是在这一座城市 旧金山 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党会上 被授予了最高荣誉奖 2006年被立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落 里水还是中国江南古村落最为密集 传统风格最为完整的地区 拥有158个中国传统传落 湘筹味十分浓郁 令人流连万返 第四 里水是传递人类有益的传世雇员 早在宋元时期 大批里水人就沿着海上失策之路 将里水的青池 宝剑 茶叶 香菇 远消世界各地 17世纪以来 一批又一批里水人 怀着对人类文明的向往 远赴从阳 广及善缘 成为中国最早赴海外创业的群体之一 如今有40多万的里水同胞 旅居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架起了经贸和文化交流的桥梁 成为世界友好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二个方面是里水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的主要著法和成效 一直以来 里水市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 TON所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优势 涌当中国律师发展的探路者和模范生 实现了自然资本的保值和增值 第一 聚焦生态产品的法治建设 直觅顶成一张网 早在2000年我们就提出了生态律师律师新式的理念 2008年出台了生态文明建设干要 2017年创建了全国首个律师发展综合改革创新区 我们还颁布了引用水水源的保护条例 将95.8%的区域 立为限制工业进入的生态保护区 建立工业发展负面清单 形成完善的生态法律体系 第二 聚焦生态体系 供给服务 激活市场一盘棋 提供优质的产品 对市医当地生态环境的农业项目 进行重点的培育 如我们推广了全球农业文化遗产 稻鱼共生技术 稻肥鱼美 实现了一某田百金鱼千金粮 万元钱的生态价值 推进品牌建设 注册全国农业区域公用品牌 里水三根三标 组建里水三根国际认证联盟 开展认证工作 构建了母鸡带小鸡 全产业链发展的模式 建立品牌合作基地1122个 农产品销网北京上海等20多个省市 里水三根2017年销售额达到了10亿美元 品牌价值达到了4亿美元 还荣获2016年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奖 拓展电子营销 利用互联网拓展里水三根农产品销售的渠道 全市农村的电商企业达到了13,641家 从业人员有4.2万余人 累计销售额超过了15亿美元 入选了中国互联网加农业百家的实践案例 引导金融支持 我们推广林权抵押 农房抵押 土地流转等农村金融改革 全市绿色金融信贷余额超过15亿美元 为泥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血液 第三 聚焦生态系统调节服务 绘号创新一张图 创新核道治理模式 泥水在全国首创核权到户的治水模式 分户分区域承包核道管理权和经营权 发展生态渔业 每公里核道年征收1300美元 清洁了水体 美化了环境 增加了收入 这个案例被入选到中国水利2015基层治水十大经验 政策引导生态产业落户 利用清新的空气 接近的水源 移居的气候 优质的土壤 健康的食材 吸引环境 市役型企业落户发展 比如上市公司 科能药业 看重了我是优越的生态环境 并购了本地的企业 国境药业公司 与其他城市同类企业相比 国境药业的水净化成本 每年减少约50% 设备的维护费年减少约60% 近年来 这家公司投入巨资改造 环保设施 使能耗下降了90% 续写了好生态与高质量 发展双银的利水故事 开展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 先后完成了茶叶 雪梨 杨梅等六个品种 17批次农产品气候的品质认证 产品的平均溢价率 达到10%以上 气候成为农产品品质的绿色标签 第四 聚焦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 唱好融合一台戏 农业和旅游深度融合 将离水作为一个大景区 大花园来打造 创立了全国首个世界 民宿区域公用品牌 离水商区 因为具有佳南韵味 生态元素 人文特色 引来无数的游客 分享美好自然生态资源 让农民在家门口 分享 民宿经济带来的丰厚福利 全市民宿经济 年均增长40%以上 生态旅游总收入连续11年 保持在25%以上的高增长 我们融合了中国最美田园 中国最美美丽乡村的名片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等25张国字号的金名片 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 依托特色鲜明的皇帝文化 奢族文化 剑池文化 石雕文化 摄影文化和巴比松油画等文化 发展旅游 实施中国传统穿路的复兴工程 开拓拯救老屋行动 丰富了生态产品价值的内涵 入选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 国家全域旅游释放区首批创建单位 生态与生活深度融合 离水市将每年的7月29日 确定为离水生态文明日 引导全市人民都来讲生态 爱生态 护生态 大力倡导律师生态行动 推进律师能源交通建设 积极倡导律师缺行 低碳消费 每年减少烫排放量3万吨以上 尊敬的各位专家 各位嘉宾 女士们 先生们 自然资本是支撑全球财富创造的基础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使自然资源转化为自然资本的有效途径 我们将立足礼水 放眼全球 致力于打造中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 里水洋本 为自然资本项目提供更多的成功案例和鲜活故事 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共同努力 最后 预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 热忍地欢迎各位专家和朋友们到里水来考察指导 协同发展 合作建设 合力新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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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